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股动乾坤 我是节目主持人焦荣 这个礼拜的台北股市的变化 真的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变化 礼拜二的时候 大盘一度盘中大跌了600点 然后跌破了2万点的大关 到礼拜三大概又一下子给你涨了300点 涨回来了2分之2 那市场上就开始解读这些现象 这个到底是回档修正 还是回档回档回档 要以后很久以后才会再修正 这关系到大家手中的股票 这个时候要前进还是要后退 要做多还是要做空 今天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呢 特别针对这个礼拜的大盘 来跟大家做个分析了 那不要忘了哦 可以加入我们的资讯栏连结 QR Code 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可以问相关的你手中的股票 我发现这个礼拜很多的投资人 我们的粉丝 问股票非常的踊跃 我相信也是跟着这个礼拜的大盘 好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非常有关系 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韵达投顾陈建雄分析师 建雄你好 交融以及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礼拜二大跌600点 盘中大跌600点 作为证券从业人员 你们是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会很害怕你们的投资人 会很害怕还是终于有个回档了 因为这个大盘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大家也等回档啊 回档才有机会减便宜 对 他一直不回档 结果呢 礼拜二有个像样一点的600点的时候 大家心态是什么 你怎么看 股市有一句话 就是说新手怕急跌 老手怕盘跌 高手怕不跌 为什么怕不跌 因为你不跌的话你没办法进场 对啊 所以他这个骑杀完以后呢 反而提供一个高手进场的机会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整个大盘呢 其实呢 他从这个底部去往上面拉伸的过程 其实他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修正波 没有 他都一路这样一路的震荡走到 大家都在等耶 对大家都在等说这个拉回 那好不能做拉回 那会有些人会害怕 因为跌幅很大 但是呢 其实如果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他连跌幅连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一的幅度都还没有到 所以这个还算是相对的强势 所以我们就要看这种行情 到底要站在买方站在卖方吗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几个重点 也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说 目前这个大盘他很明显 他跌破了这条月线 跌破月线了 那他在往上涨的过程里面呢 这个地方曾经也跌破月线过 这里是破月线对不对 但是后面呢 当他站回到这个月线之后呢 他又是一波的涨幅了 一波的涨幅 所以目前这个大盘这个地方 可以观察到 后面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他如果站回到这个月线 那个月线目前的位置在 20304这个位置去 所以20304大家记住月线的位置 对 月线 如果他又站回到月线 那表示了这个趋势又开始 变成一个多头形态了 所以这第一个可以注意的 那如果站回月线就表示了 这个行情它就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多头讯号又开始出现了 第二个就是说 他往下拉回的过程里面呢 那三日之内 三日之内 三日之内呢 不再破低点的话 不再破低点的话 也就是说他在那边反弹 他可能三天在那边震荡震荡 但是没有再破这个低点的话 他应该是会在那边做个足底的动作 就两万点附近 对 这边做足底的动作 然后足底动作他就有机会 震一震以后再往上走一波上去 所以可以观察这两个重点 那需要的助攻有哪些 譬如说成交量上面的助攻 还是美国这边有什么样的讯息呢 因为我们知道 好像这个最近讲到降息这件事 大家又冷下来了 没有什么下一波刺激的动能 你们怎么观察 我想比较重要的还是在电子股里面 而且电子股里面的话 比较重要的还是在AI族群 那AI族群刚才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半导体族群 尤其大家在关注4月18号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基本上台积电的法说会 基本上应该不会出乎大家太多的预料之外 那资本支出应该会大幅度的 应该是至少一个小幅度到中幅度的一个增加 所以市场上对于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厂商 应该还是持续偏多的 好 那您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 原先大家希望有一个像样一点的修正 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看到 对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像样一点的修正 应该是到什么样的指数位置 你觉得会比较像样 如果说这个盘它这个地方再破这个低点的话 表示它还有一个向下坡 对 它再破这个低点的话 刚才我们讲到说三日不破低 不破低表示它有机会来作用主体上去 但是如果破这个低点 它应该还会再回撤 但是回撤来讲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看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 三分之一位置是初步的一个支撑点 那么这个支撑点大概在一万九千点这附近 三分之一的位置 大概一万九千点到一万九千五百点这个位置去 这位置去应该支撑板就比较强 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它要足个底的话 它还是多头形态 只要基本上没有破这个所谓的二分之一 都算是多头形态 基本上都算是强势的形态 那你们怎么看呢 我的意思是说你对未来的看法 我未来认为是这个行情还是属于偏多形态 因为即使呢 因为这一波往下杀是所谓的 政治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 对对对 但是中东 对但是中东的战事 基本上应该不会说扩大 因为伊朗其实也不想打 那美国呢其实背后也是不太希望能够再打下去 因为它已经有这个乌克兰 跟那个什么俄罗斯这边已经在焦灼了 所以它不想再涉入太多的战事 所以战争的因素应该会高有短度 目前大家市场上比较担心的是 美国的降息是不是会延后 对 那美国降息如果说六月份不降的话 基本上应该九月份到十二月份应该就会开始降 所以降息延后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还是要降 只是说这个利多会比较延后而已 那对于整个多头趋势还是没有改变 好 还有几个因素我们来探讨一下 外资今天大卖了两百多亿 我们今天录影时间礼拜三 你怎么看外资的行为 外资呢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股市动的 美国股市如果跌它就跟着放空 那加上最近它在这个起货空单布局蛮多的空单 所以它当然希望整个大盘再往下跌 而且外资呢在近期的做一个放空动作 可能它对于4月18号的台积电的发售 或者并没有看这么乐观 可是新闻报导就给我们感觉 是比较不错的 比较不错 对对对对 但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利多发酵 就是利多显示完以后呢 就开始出现一个可能会做回答 所以外资近期来讲比较偏空的看法 可能是对4月18号台积电的发售会的看法 偏向正面的一个偏空的看法 我们经过是这样的 那这两天呢 所以到礼拜五之前 你建议大家还是稍微的不要太多的资金投入吗 对 稍微先观察一下 先观察我们说的第一个 它这个散日有没有破低点 第二个它有没有站回到月线 如果有站回到月线的话 才可以开始来偏多 比较积极偏多 否则这个地方还是以逢低部级为主 好 这是两个大的方向呢 给大家做参考 是建雄提出来的 就是20304 这是月线的位置 不要跌破 如果能够站在月线之上的话 表示还是算满强势的 多头强势 另外呢 另外就是低点三日之内不要再跌破 低点在19844 19844 对 不要再跌破 对 这个基本上未来还是看多比较 大家正面的看法的 是 我们今天待会的节目广告之后回来 有很多的粉丝朋友 他们问他们手中股票的问题 这个礼拜忽然变多了 我相信也是跟这个大跌有关系 有可能大家手中股票忽然讨牢 有可能终于来个跌 是了 我们终于可以进场减便宜了 待会一一的来跟我们分析 我们粉丝朋友手中的股票 第一档股票天红6937的天红 你怎么看这一档股票 我们看天红 天红这档跟我们看他目前成交量 一百多张 其他量蛮少的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股票 但是我可以这样解读 他还算蛮强势的吗 他算强势 因为他算是一个 还是在这个月季线上面的股票 只是说目前他可能要往上攻击会比较困难 因为他这个地方有蛮大的成交量 这个蛮大成交在这边 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这个套牢量不太在 正好卡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他这个压力比较大 不过这两个股 因为他做半导体设备的 去年大概赚EPS赚5块钱 那目前这两个股 如果说今年能够赚到7块 甚至10块钱以上的话 那他就有机会来过高点 目前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他这边有个跳红缺口 这个跳红缺口都已经连续 1 2 3 4 5 6 7天都没有回补了 所以他算强势 也就是说这两个股 他想要来突破这个高点 只是说这个量还不太够 这个量比较大 这个量比较小 所以他如果再补一个量出来 他就很容易创新高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股呢 这个缺口这个位置区 大概在220块钱左右 这个地方如果能够都没有跌破 守住这个缺口的话 这两个股应该还有在创新高 甚至挑战新高的一个机会 那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他的成交量 对对 注意成交量 如果能够向上突破 需要有成交量的足够就对了 要有成交来做换手的动作 好 这算是比较强势的股票 那接下来因为我刚查了一下 其他的这个粉丝朋友们 问到的股票呢 都往下有一阵子了 这个下一档股票呢 美达科技 它也是半导体光电 和光通讯产业相关的股票 美达科技 这家公司其实它的这个获利 其实蛮强的 因为它是做这个光通讯的 跟半导体的测试大厂 那这家公司它的毛利 也将近到七成左右 它的毛利很高 七成 毛利这么高 对 毛利这么高 所以股价大涨一大段 但是因为现在它基本面没有跟上来 因为它去年的EPS 去年只有赚0.3 赚那么少 你看它现在股价100块钱 90几块钱 你还会觉得蛮高的 但是呢 因为它的基本面算不错 成长性算蛮高的 所以它股价先拉一波上去 那现在回撤到这个季线附近 那季线是往上扬的 那季线的目前大概在73块半左右 我看一下季线的位置区 季线目前位置区在90块钱 6毛钱 所以到季线这个位置区 这个地方 应该是有个支撑点 所以这两个股 我认为到季线附近就不要杀低 因为它这个前波低点 也在季线附近 那你已经快了嘛 对对 大概90块附近 不要再杀了 对 就不用再杀低了 它这边应该会反弹 那反弹上去的话 可能这边短线上 这边比较密集的套牢量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在 100块钱到105块钱 附近压力比较重一点 这个倒是可以来做反弹 几涨上去可以减码一下 那应该会这边做震荡 等到基本面跟上来之后 它就会往上来做突破了 所以您的意思说 针对这一档股票 您看法是 如果它是有套牢的 现在不用再杀了 对 现在就不用再杀低了 但是如果没有套牢的 想进场的话 想进场的话在季线附近 是不错的一个机会 好 那我们继续看 下一档股票更新 6146的更新 它是电子电器通讯 还有无线电产品检测相关 是它的业务 对 它是检测大厂 它前一波也是涨得很高 这一波涨比较到 是因为它是 00那个高股息的股票 所以它拉了一大波上去 那这家公司呢 其实它是做检测大厂 所以你不管说 所有的电子产品 都要经过检测 所以都会经过它的手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它去年是赚多少钱 去年是赚了14块 14块3毛钱 它业绩算是蛮稳定的 所以它每次呢 基本上呢 它这是上去以后 到高点将近300块钱 做拉回 因为高股息股价不能大涨 因为股价一大涨的话 就没有所谓的高股息了 所以它会做拉回 那它是拉回呢 这边低档群这边有支撑的 又到季线了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股呢 到季线附近呢 这个地方就不要杀低了 这个地方大概240块钱左右 这个地方应该逢低 站在买方 像这种个股就有机会 先反弹上去 不过上去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压力也很重 所以大概近期来讲 应该会在这边 这边做一个区间 所以这里操作来讲 240以下就不要杀低 260以上呢 可以站在卖方 可以先做个区间操作 你看我们这个健雄 给我们分析这几档股票到现在 我觉得我听到现在了 都有一个大致上共同的方向 就是不要再杀低了 接下来呢 要帮大家分析的是 6148的华洪资 好 华洪资呢 我们看到 它这档个股呢 我们会发现到 它今天成交量只有113张 其实它算量已经缩到一个 极小的位置去了 那目前如果从技术面来看 它正好也回到这个前波低点 这个位置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能够守住的话 它应该都会在那边震荡完以后呢 还会都做个反弹 所以这个低点呢满重要 这个低点基本上 只要守住的话就不用做杀低 你可以把停损点呢 设在这个盘整区的低点 这个位置去 大概30块附近 这个地方大概在 25 30 28 29附近 这个地方 在前波低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这家公司做那个电脑 软体跟硬体的整合场 去年大概只有赚1块6 去年赚1块6 所以这家公司基本上 目前它的股价 以它的股价 跟它的获益来看的话 大概本益比19倍 所以它股价要再涨的话 必须它要有 它的基本面来做支撑 那目前看起来 它的获利应该还是 去今年跟明年 跟去年应该差不多 所以这两个股 应该会在那边 盘整蛮久的时间 所以像这种个股来的话 只可以低接不能追高 如果反弹上去的话 几掌上去站在卖方 不要去做个追加动作 好 这边还是要提醒 刚刚提到的几档股票 大家还是要持续来注意 它的业绩的能力 对 如果你要进行多方操作 要介入的话 还是要去看一下它的业绩 这个是最基本的支撑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谈到的几档股票 它是同一位投资人 哇 它手中的股票很多 什么样的股票都有 我们先来看看它手中的 关于电子股相关的联电好了 半导体专业晶圆制造 2303的联电 联电这两个股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会比较弱势 跟台地电比差很多 虽然是同一个产业 但是联电是做成熟制程的 那台地电是做先进制程的 所以目前来看 大陆目前在不断在推动 这个半导体独立的情况之下 所以大陆目前在疯狂的建晶圆厂 不管是8寸的 12寸的 都不断在疯狂在建 这对联电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联电股价就是会造成说 它好像涨不上去 这高颜度过不去 然后还往下跌 虽然最近的投信反而买很多 但是都拉不上去 所以联电基本上我会建议 这两个股来讲 站在卖方 反弹上去就减码动作 因为它的产业对未来来讲可能比较不利 对它讲比较不利 所以像这种个股我会建议 反弹减码换股操作 好 这是针对联电老师给出的建议 这个换股操作 因为它产业面竞争的压力比较大 接下来很多的投资人也很关心的这档 几乎我们每个礼拜都听得到 有这档股票的讯息 伪创 3231的伪创 伪创是做AI伺服器的组装厂 它跟广达不一样 因为它广达有赚 EPS赚到10块钱 但是伪创去年就赚到4块钱 赚4块钱 今年来讲比较好的话可能6块钱 目前如果6块钱来看的话 它要突破到这个高点就比较困难 所以为什么161 161要过那高点就很困难 因为如果人家过那160的话 基本上每一笔已经冲到快30倍了 所以像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这个高点可能压力比较重一点 这个高点大概在135块附近 它低点区这个地方也有支撑 因为它基本上还有基本的获利 所以这个低点这边有跳红缺口 这个跳红缺口的位置区 大概在110块钱到100块附近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蛮强劲的支撑 像这种个股应该是区间操作 接近到135先卖一下 回到100块接近到100块附近 110以下100块附近 逢低层接 这样操作来回操作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个是伪创老师给出的建议 做区间操作 这个操作大概是135到100块 好 这个位置大家注意一下 接下来关心的是 也是我们粉丝朋友们问到的创为 IC设计6104的创为 好 创为我们也知道它是Type-C概念股 那么Type-C它之前往上涨 是因为苹果要改成Type-C 对不对 但是苹果卖得不是很好 所以它也没有跟着往上面涨 所以目前来看它的股价是已经破这个跌点 这个是非常弱势的讯号 它这个跌得很急 对 破跌点 对 破跌点 最重要是因为它去年 去年它只赚一块钱而已 昨天GPS只有赚一块 所以你看赚一块来讲的话 你看它现在股价97块 本益比还算高 如果说今年在这个Type-C 没有大卖的情况之下 它还要在大幅度的获利就比较困难 所以它股价已经领先反应再往下刹了 所以这种个股呢 我们会建议反弹换股 换股操作 那目前来看的话 它这个到前波这个低点 它可能会反弹一下 这个是92块钱 这个低点 92块1 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弹一下 但是有可能是弱势反弹 那弹上去呢 接近到这个压力区这个地方 大概在105块钱到110块附近 这个地方可能要先换一下股 先卖一下 像这种个股反弹上去呢 因为这个地方类似像一个头部形态了嘛 所以你反弹上去可能还会再拉回 甚至还会可能再破底 所以像这种个股反弹 也是建议做换股操作 好 这个至于呢 该换什么样的族群 方向在哪里呢 我们最后卖个关子 我们请敬雄老师来谈谈 你自己觉得 可以挖哪个方向来换 好 那另外一档呢 文业 3036的文业电子零组件 文业是电子通路大厂 那这家公司呢 它这波有拉一波 比较强势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家公司 它有并购的一个 加拿大的通路商 那这并购完以后 变成它提高它的市占率 所以它股价呢 也跟着往上拉伸上去 那去年是赚多少钱 去年是赚了4块羊毛钱 其实赚的不多啦 4块2 那并购完以后 大家已经预估可能 今年会赚到6块钱以上 所以像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应该会在区间 一个区间这边 这边做个震荡 这个区间这边是170块钱 这个低点大概在135块钱附近 所以在135块钱到170块 这边来回做个震荡 所以这个让反弹急涨不要追 拉回的时候 接近到资人点 再来做考虑进场 好 这是接下来呢 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做的分析 当然我们的粉丝朋友 还有问到其他的个股了 但是我们帮大家做个统一分析好了 如果有人对金融股有兴趣的话 你怎么看法 金融股基本上是纯股的一个概率 金融股因为它目前来讲 现在太多的这个金控股 我们台湾太多 太多家 中小气银行 银行股特别多 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那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金融股 它属于稳健型的一个产业 它并不是属于爆发型的产业 所以大家获利都不是很高 这种情况之下 变成说要看这个 它去年赚多少钱 以及今年大家可以赚多少钱的EPS 然后去评估 大概本益比到15到16倍左右 是一个相对低档区 那这时候才可以来做低接 然后接完以后 因为你不要期待说短线上会大涨 它都是要报得比较久一点 好 这是对于金融股的操作的方式 概念里头 刚才这个建雄老师也举出了操作金融股 你如果真的很喜欢金融股的话 就照着建雄老师的方向去选股 好 那节目最后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老师给我们建议下礼拜的操作方向策略 好 下礼拜要观察到这个 如果台积电这个利多不涨的话 那电子股可能会整体休息 然后到时候再看说 资金会不会转到一些其他的股票 包括像可能生计股 因为很久没动了 或者是其他一些其他的股票 我们到时候再观察 好 这个是现在是且战且走 对 要看一下任何 因为在2万点以上 任何好的消息或者是不利的消息 都会造成大家动作比较大 是 好 所以每一天都要持续来注意 这个盘式的变化以及表现了 非常谢谢建雄老师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不要忘了 要在我们这个YouTube的频道里头 你可以留言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里头 询问相关的股票 今天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 拜拜